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自由基在氧上面跟自由基在氮上面 这是有点不一样 好 也因此呢 前世上的另外一种概念 就是当它是这些resonance的structures 这个地方我写的structures是resonance的structures 共架件的共振结构呢 如果是non-equivalent 什么叫non-equivalent 就是看起来就长得不是一样的 什么叫一样 就是这个 这里 这里的话 你双键可以写在这里 对不对 你可以画另外一个共振结构 还有一个双键在这里 这三个 你只要稍微转一下 你就知道它是一样 对不对 这叫对称 这是我的意思是对称 OK 然后有某种程度的对称性 所以你可以画算那三个 但是你不会说那三个会有什么能量上的差别 或者再多看一个例子呢 我们就拿那个流 好不好 你说这三个 光光就这三个 你说它们个别 如果是个别可以存在的话 你觉得它能量会有差吗 不会 对不对 它都有两个双键 都有两个单键 它为什么有差 只是位置在哪里而已 好不好 所以这个叫对称的 这叫做energy equivalent OK 好 所以这是针对 刚刚我们说的equivalent 什么是equivalent 但是non-equivalent 就是它不一样 如果有一个氧变成是一个流的时候 那就不一样 好不好 你倒是一个流氧的双键 还是一个流流的双键 那就会有差别 好 当它是non-equivalent的时候 那绝对的 你就那个个别的共振 共架键结构 它就会看得 可以判断出来说 它可能在能量上面是不一样 你可能可以说 一个流氧的双键 键能比较高 流流的双键键能比较低 对不对 那你在能量上就会有一些差别 好 这个时候 它就整体而言的 所谓的contribution 就会不一样 什么叫contribution 就是说真正的结构会像谁 你们都是父母所生 对不对 你常常听到说 你比较像爸爸 你比较像妈妈 但你是你 对不对 你不是你爸爸 你不是你妈妈 你是一个新的hybrid 但你心里面 你永远希望说 你会比较像那个 聪明的妈妈 像那个漂亮的爸爸 是这样子的hybrid 对不对 你希望是这样的hybrid right 你总不会说 要往反方向来像 这个 这个molecule也是如此 你有这么多的resonance structure的时候 你的overall 你的real structure 应该 我们觉得 它应该要像那个 比较stable 比较bound 对不对 我不会像那个 比较high energy 那个脾气暴躁的 对不对 动不动不动 发怒的 不会这样 对不对 你会希望说 你很温和 nice all right 等等 所以这个概念 应该是很容易接受的 好 通常 就是我刚刚说 越stable的structure 它就会越像 就越能够像真正的结果 反过来讲 真正的结果会比较像 你所能够画出来 那些共振结果里面 最稳定的那一个 all right 另外 换言之类就是说 它 对于这整个hybrid而言 它有比较高的contribution 好 让我拿实际的例子 来看这件事情 CO2我们讨论过 OK total 16颗电子 你要凑进去 这是一个 这个 我在同影片里面 我就已经放上来 这是一个 我后来在黑板上面 做给各位看 all right 都符合八语体 对不对 所以它们之间的关系是共振 看到没有 这个符号它是共振的关系 现在你学过了formal charge 你应该可以 把它的formal charge写出来 你将会发现 single bonded oxygen 我先来看这边 double bonded oxygen 0 0 所以carbon会不会是0呢 当然要0 对不对 因为你知道CO2是中性的 所以不用算给你看 那那个 你有兴趣你自己算 这个molecule single bonded我们已经算过 负1 一定是负1的 这个还没算过 对不对 回去算算看 all right 你将会发现它是正1 你觉得这会是好的结构 不会 对不对 我知道就有同学来跟我说了 他刚刚其实就已经说了 对不对 这个结构坏在哪里 为什么它具有low contribution 因为它有positive charge oxygen 养的电幅度是蛮高的 对不对 你竟然要它去carry 一个positive的charge 是不是很好 不会很好 对不对 它已经很穷了 你还要跟它借钱 对不对 好 它的energy就会高 对不对 它就变得很焦躁 它又不能不借给你了 好 那另外还有一个严重的问题 在于charge的separation 我们刚刚说过 牛郎跟织女 隔太远了 好不好 负1跟正1 你要把它拉开来 你明明可以不要嘛 你明明这个地方没有charge 你怎么这个地方 你这个结构里面 你要正1跟负1 要分开来呢 好 所以这样子的argument 我们让我们觉得 即便这是一个看起来合理的resonance structure 但是它的contribution不会很高 我的molecule 我的CO2表现出来的应该是比较像这样子 好不好 这是这一个所谓的contribution 它代表的意义 它的概念是如此 All right So 我们要在最后附计提醒各位 我刚刚已经说过 formal charge 只是一个closer estimation of actual的charge 真正的charge OK 到底是多少 其实很难去 有任何方法 能够真正知道的 你真的去做一个 一个所谓的electron的map electron density map 我告诉你 你就是看到一堆电子 在那个地方 而且是很均匀的分布 OK 我只画了这一个 你可以画出另外一个 对不对 大家知道三件在这边 单件在这边的 到最后你还是average到电子 不是集中在一边的 OK 因为这里你会觉得 这边好像固电子堆在这里 什么的 好像不是那么平均 OK 但实际上你真正去看 它还是就是一个 你看到的是total 就是一个average OK 好 一堆电子 这些都是人为的想法 这些电子点 这路易是前口 是一个理论 好 那一个正确的 一个比较好的路易式结构 它并不真正的 能够去解释 你看到的化学性质 OK 这一点 我们将会在下一个章节 我们特别拿一个 各位所熟悉的氧气 来做例子 但是我们把这个梗留在后面 好 我们下来看一下它的运用 因为我知道各位在 有机化学对于各位而言 是非常重要的 也让我特别拿一个 你未来在大二的时候 你会面对的有机分子 来做一些例子 实际上在有机分子 讨论有机化学的时候 你将会看到 这一个所谓的叫做 Carbo-Cat-Ion 是扮演了很重要的一个角色 我们来看看这个结构 这个结构 如果这个R是 就是一个 所谓的丸基的话 那这一定是一个碳阶的 这个碳上面 不可避免的 大家要知道 当这个地方带一个正电的时候 这个周围只 可能有六颗电子 它上面带了一个正一的电荷 而且正一电荷就在那个地方 它没有办法画出什么 其他的共振结构 这个Carbo-Cat-Ion 必须要独自承受 是不是很不好 很不好 的确很不好 可不可以存在 可以存在 但是只存在那么一瞬间 非常非常极为少数的 这个所谓的碳阳离子 Carbo-Cat-Ion 真的可以让你放在瓶子里面 但是这是非常非常少数 大部分说是一种即使 只是一个Reactivity Intermediate 只有六颗电子 不符合Arctet的规则 这是一个未来各位可能会碰到的 所以这但是不能 不能不这样写 OK 你没有别的方法 来让它比较好 所以它是高度的缺乏电子 我们会这样说 Electron Deficient 我们能描述为这样子 因为它只有六颗在那边 它的理想 它的大通世界八颗 OK 好 所以我们会说 以这个为一个基准 它是Electron Deficient 也因此它非常的 Highly Reactive 它无时不刻 希望去跟两颗电子配对 好 谁可以提供两颗电子 我就会跟它 最会 比如说水 水的谁 水的Oxygen的 那个Lone Pair 就会被它看到 OK 好 或者是纯 对不对 好 我们来看另外一个分子 另外一个Reactive Intermediate 一个Carbon Radical 碳的自由基 它多一颗 好 周围七颗 仍然没有办法满足八颗体 OK 这是一个Carbon Radical 只有七个Electron 没有符合Octet规则 不会意外 Highly Reactive Highly Reactive 要想办法满足 OK 好 那 这个 等一下我们会从另外一个例子里面来看 它可以怎么样满足 那 另外还有一个是Carbonion OK 叫Carb Anion 不过这个地方连在一块 Anion 大家知道是因离子 但是它这个Carb 就是Carbon 就是一个碳的因离子 它带一个负电 所以它实际上 它有一个Lone Pair在 它带一个Extra的负电盒 也没有其他的Resonance 就这个简单的结构来而言 它没有Resonance的稳定度 那这也是一个在有机化学里面 你将会去看到的 它的很多方面的运用 它符合Octet规则 它跟刚刚我们看到Carbon Ketan 跟这个Radical有点不一样 所以你的确可以看到 一些比较蛮稳定的 这些Carbon Ion 但是它有一个独特的地方 在于它非常的Basic OK 我说过Charge 不是一件好事 OK 会让它有Stress 它希望怎么样 怎么消散它的Negative Charge 去跟一个Positive Charge 去跟一个Positive Charge结合 一个各位最熟悉的Positive Charge 是什么东西 H正 对 H正 好极了 现在大家开始跟我有点默契 这个想法 对不对 所以它跟一个H plus作用的话 那这不是就是一个减吗 OK 所以如果它越不稳定 越Negative 就是说 所谓的稳定就是说 如果这些R上面可以有更不同的观能机 有些观能机能够稳定它 有些观能机会让它更不稳定的话 所以这就会影响到它跟H plus结合的能力 或者是强弱 好 牵涉它的酸碱度 它是碱性的大小 但是不论如何它是一个Reactive的东西 好 不见得一定是H正 它也可以跟一些带positive的东西来 只要带positive它就有结合的能力 好 这是Carban Iron Chemistry 好 那Oxygen 它也可以有这样子的Oxygen Radical的存在 OK 注意到这个R仍然是一个 就是一个碳 一个碳接在这个氧上面 所以这里有两颗 两个Lone Pair 只是呢 这个地方只能够有一颗 Total是七颗 所以这是一个Oxygen Radical 我们刚刚看过一个Carbon Radical 对不对 好 所以它是中性的 它没有在Charge 它是中性 你去算看看 你用Former Charge 你去算 绝对算出来是Zero Highly Reactive 因为它是一个自由机 对不对 它要想办法配对 我们稍微谈一下下它的Chemistry 因为它蛮重要 这是我没有写给各位的 我来之前写 这代表一个丸类的话 那丸类它上面通常有一个 都有很多的碳 某个碳的位置上可能有一个氢 这个时候这个氧呢 它就 硬生生的就把这一个氢 把它抢过来 OK 这叫做Hydrogen Atom的Extraction 它去抓一个Hydrogen Atom 什么叫Hydrogen Atom 就是Hydrogen上面有一颗电子 叫Hydrogen Atom 不是H Plus 那叫Proton 那是周围没电子 问题是在这里 不是有两颗吗 已经跟人家共享 对不对 所以这个事情怎么发生的呢 这里 必须被迫要断裂 两颗呢 它留一颗在这个R上面 另外一颗它带走 跟这里结合 形成一个共架件 这是一个什么 纯类的话 完全变成中性 而且所有原子满足巴域体 对不对 很棒 但是呢 你这个部分呢 就变成一个R的自由基 OK 变成一个Carbon的Radical 它从一个Oxygen的Radical 变成了一个Carbon的Radical 它为什么要去做这个事情 为什么我要拿Oxygen 来做这个例子 因为Oxygen跟Hydrogen的Bond 你如果去查的话 它是蛮强的 它强过于一个Carbon的Hydrogen的Bond 总有一些Energy的因素 在这个地方 这些Bond的Energy的因素 这是一个Stronger Bond 所以这些Oxygen Radical 如果产生的话 它普遍的比较喜欢去抓轻 这些碳 这些丸类化物 包括你的 比如说你的DNA 上面某一个 碳的位置的清 就有可能被拔掉 拔掉就会产生 这一个碳的自由基 这个碳的自由基 不会坐在那边不动的 我说这是Highly Reactive Intermedi 它会继续更进一步的去 去想办法消散它这个自由基 去跟人家配对 各种各样的化学反应会发生 你的DNA就坏掉了 那你可能就活不长 OK 所以你今天回去就可能有点忧郁 对不对 不要太担心 你的身体有一些修补的机能 这是为什么 那阿尔坦说 我要多吃一些什么抗氧化 抗氧化剂 抗自由基 自由基抑制剂 为什么要抗氧化呢 因为这个 他们针对的就是Oxygen Radical OK 所以这个就生命科学来人 他常说这个 因为这个自由基而来之后 Oxidative Stress 问题是 这样子的自由基 它会怎么样产生 再一度这个梗 我们留到后面 等我们对于 我们所熟悉 常常吸进来的Oxygen 有一个更清楚的了解以后 你就会了解说 这个Oxygen Radical 为什么 我要特别放在这个地方 来跟各位稍微谈一下 好 氨 OK 以及Ammonium Ion 这是氨类的化合物 它带有Long Pair 带有Long Pair 我在前面说过 自从有Long Pair的东西 如果越多Long Pair 我们会说它 是属于所谓Electron Reach OK 它是可以提供出来 跟人家Share 从这个角度来看 我们会说 它是一个Electron Reach 我已经缺电子 我不会拿住我的电子 出来跟人家Share 对不对 好 也因此 比如说它可以跟一个Proton来Share 对不对 一个H Plus 它就会跟它结合 好 就形成这样子的 叫做Ammonium 注意到这个地方 有一个Oniium的结尾 这是普遍的 针对这种结构上面 超越了它寻常的架数 但大家知道 是三个架件 它超越了 它变成四个架件 上面还带了一个正电荷 Formal Charge 在Nitrogen上面 这一类的结构的名称 通常有一个Oniium 在后面 那它是Ammin来的 所以它前面有一个AM Ammonium Ion 这是一个Ammonium Ion 这是一个可以放在瓶子里面 一个盐类的话 它那个Plus的Metal的部分 没特别写 所以这些都是常见的 结构 我们用它路易式结构来画 所以你会发现 路易式结构 尤其是第二周期的 很多的这些元素 在大尔的有机里面 会不断经常来运用 你一定要很熟悉 这一套东西 好 刚刚我们提到 碳氧离子 我们说过 我画的那个碳氧离子 没有 resonance的stabilization 现在让我给各位看 一个有共振稳定的 被共振结构所稳定的 碳氧离子 就是这一个碳氧离子 注意到 现在它不是碳接在上面 而是氧接在 这一个碳氧离子上面 这一个共振结构 碳 上面 六颗电子 显然的不符合 八语体的规则 对不对 好 各位知道 你可以怎么样 来解救它 对不对 尤其是当我把这 long pair都写得这么清楚 你知道我只要把 这两个long pair 放过来 对不对 我不是就变这样吗 变这样 这个Carmen之后 我不是就变八颗吗 对于这个氧不是就 还没有什么改变吗 没有改变吗 有改变 你去算它的形式电荷 你将会发现它是正义 你真的要算算看 同时也记得说 当氧超越了它寻常的价件 二 变成三 的时候 它常常上面带的是一个positive charge 在有机化学 在有机化学 你会看到很多这样子的结构 氧超越带的是三个价格 这个R可以是一个轻 OK 好 但是 但是你知道 有些同学 很care一件事情 大家一定注意到 这个问题是在哪里 没错 所有的原子都满足发育体 但是有一件很不好的事情发生了 OK Oxygen上面带正义的电荷 对不对 蛮糟糕的 你会说 对不对 蛮糟糕的你会说 这个 养殖电覆度很高的 它不希望有一个正义电荷 所以在这个地方 你知道它事情要有balance 你要知道它好在哪里 好在所有 在右边的这个共振结构 所有的原子都满足了巴育体 而且在这个共振的结构里面 它多出来一件事情 不仅仅是charge 还多了一件事情 多了什么东西 我的问题其实都蛮简单 对 多了一个键 对不对 它多了一个键 多了一个键 一个键就有键能 对不对 Right 至少你从这个键的生存上 你可以看到它能量是要降下来 对不对 OK Stabilize 所以 没错 OK 我多了一个正义的电荷 在oxygen上面 但是你知道 我有其他的一些benefit 对不对 OK 最后overall 我们化学家 尤其是有机化学家 普遍的认为 真正的结构会比较像这样子 OK 比较像这样 从另外一个角度 我们说过 charge的分散 这个共振结构告诉我们说 那charge 其实不是指 这个carboccal 不是charge 只存在在碳上面 它被oxygen给share share了一部分 过去 OK 好 当然你会说 这个是不是 这个看起来好像蛮难 蛮不错的结构 假如我们忽略这个正义的话 是不是这个contribution 会 会很高很高 OK 它会有 比较高的contribution 这是我们普遍认为 但是这个的contribution 也会有一些 毕竟 这个不会在oxygen上面 produce一些positive charge 好 这只是想法 好吗 这是想法 所以这个地方 六颗电子 在这个地方 有一个positive charge 但是 它好处在于 它完全满足了八语体 而且还多出一个间接 这是我没有特别写在这里的 整个overall energy 它还是favored 所以 不要太坚守 前面所说的 正电就不可以在 带负电的原子上面 还是看状况 有些时候是被接受的 好吗 不是绝对不可以 你刚刚看 那个ammonium ion 你就没有提出质疑 我在氮 氮的电幅度也蛮高的 我氮上面还可以有一个positive charge 但是你不要忘了 它多了一个bond 对不对 那个bond的energy 算在里面 你的overall的 这个energy的考虑 是不是 要整体来看的 不能只看一点 好不好 好 所以我普遍的 有些化学家认为 这是一个比较好的 共振结构 这就是一个例子 告诉你说 positive charge 看结构的不同 它也可以有共振的 stabilization 这是一个resonance的stabilization 这个形态的cobal canine 是蛮容易产生的 而且你会在有机化学里面 看到很多跟这个相关的 有机化学 好不好 所以现在我先架构一些 基本的想法 基本的概念 到有机的时候 你会比较容易接受它 因为有机化学 听说很难 OK 好 那这个 alright 我刚刚说过名词 对不对 所以这一个形态的 这个结构的话 我们常常称为 是一个oxonium 看见 这个onium OK 的名词又出现 这个字尾 那ox当然代表oxygen 所以这叫oxonium 好不好 这个名词 我不会强迫的 要求各位在普化记得它 但是你将会发现 到了有机化学的时候 你会谈到很多字 就是oxonium ion的化学 OK 值得记得的 比如说 这是一个汤基的化合物 alright 这地方有lone pair 它就可以来 share 跟人家share 跟谁 跟proton share 注意到这地方我用的是一个平衡 基本上就是一个酸碱的平衡 可以proponate在这里 就形成这个结构 这个结构 唯一的坏处就是氧 上面带着一个正电荷 对不对 所有原子都符合八语体 看过这个你就知道这个结构 不是唯一我可以画出来的 它相对应有一个positive charge在这里 当然你会说这个很烂的一个路易士结构 对不对 所以我们会觉得它有某种程度的contribution 是因为毕竟这个地方它有个positive charge 你能够显成这样子 你能够显成这样子 就是因为它可以避免 阿斯均上面具有一个positive charge 为什么我们要特别强调它的存在呢 因为未来你学 因为未来你学 苍极化学的时候 你会发现有很多化学发生在这个碳上面 尤其是在酸性的条件 尤其是在酸性的条件 它如何去解释 就是你不是看到这里 你其实是看到这一个共振结构的contribution 在reactivity上面的contribution 虽然它contribute less 但是它反映了在这个carbon上面 具有positive character 这个fat 所以不要太意外 它的一些化学会发生在这个碳上 建立一些碳碳的间接 一些氧碳的间接 一些氧碳的间接 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形态的一个化学 牵涉到你可以看到这样子的概念 它是很重要的好吗 所以你不要小看氯气结构 我觉得这个高中的东西 但真正的重要是说我学这个东西干嘛 它真的是在未来 我们在解释很多的化学的反应的时候 有机化学那么复杂的一个体系里面 这些有机化学老师就是要透过这些路易式结构 来导引你去理解这些有机化学 好不好 它就是完全based on 这些路易式结构 它不是基于很复杂的一些理论的 不要小看它 好 最后我们来讨论一下结构性问题 molecular structures 在这里我们要提供各位一个叫VSEPR的model 这里是各位有些同学学过的 普遍的大家学过的 我们另外必须要了解 真正我们讨论这些的目的 我相信刚刚的讨论你也理解 是要进一步的去理解化学的反应 好不好 我们要对结构有所了解 我们才能够去了解它的化学活性 为什么是如此的 但是当我们在讨论这些化学活性的时候 你要注意到我们必须要去关心真正的结构 真正的结构不是在这个营幕上面 或是这个纸面上面表达那个二度空间的 它是一个三度空间的 real structures 3D 的 也因此你如果能够了解3D 的结构 你才能够真正的了解它的性质 以及它的活性 它的功能 functions 好 也因此我们必须要对于3D 的结构 有某种程度的预测能力 在路易斯结构这个理论里面 这些localized bonding structure 里面提供了一个简便的预测方法 被称为叫做valence shell electron pair repulsion 注意到这几个字头 V S E P R OK V V Valence shell VS Valence shell 的 electron pair repulsion OK 就是这架电子的相互之间的架成轨域电子的相互排斥的一个模型 这是可以成功利用在一些non-metals 好不好 有机金属的东西比较复杂 牵涉的东西比较 比较 有些是低轨域 那不能叫做valence electron OK 所以这个比较是对于一些non-metals 这个结构的分子是很不错的方法 主要它这个理论的假设 它要有一些postulation 因为你知道这是很简单的理论 那它一定有很强大的postulation 有很粗糙的一些假设 它基本的想法就是它minimize这个电子队之间的排斥 电子队 电子队 电子队我们在前面就说过有两种 一种叫固电子队 一种叫做间接电子队 对不对 好 bonding跟non-bonding 对不对 non-bonding就是long pair 固电子队 只不过现在用non-bonding来代表 好 比如说BECL2 我说B也是这个离旁边 它原则上如果是一个分子的结构 不是一个离子的结构的话 我们是可以让它周围只有四颗电子的 所以你这一画 这是它路易式结构 虽然我叫它叫路易式结构 但是你知道我律上面 普遍的我们不会把它long pair画出来 但是你能够 你要你现在眼睛应该能够已经看到那个 我没有画出来的那三对 对不对 那个un-paired的long 这个long pairs OK 好 B上面是没有的 它周围只有四颗 OK 好 这是它 所以这是一个路易式结构 好 那我们这个veillance shell electron pair repulsion 就是说 它是要有线性 是合理的 现在它只有两对的 这个electron pair two pairs OK 就是两个bunding pairs 这两个bunding pairs 如果今天排斥的力量是一个最重要的因素的话 你当然希望它在空间中越远越好 你能够做到的越远 越好 是怎么样的状况 线性 对不对 不能有任何的弯折 只要有一点点弯折 你中间这个角度就开始变小了 OK 所以一定是一个线性 不能这样 不能这样 OK 好 所以这是很合理 你看看 很简单 好 所以尽量越远离越好 bf3 我们讨论过 我们说 我们要接受的是 它是这样路易式结构 OK 好 那现在它有三对 three pairs three pairs 在空间中能够越远越好的话 那就是在一个平面上面 而且相隔120度 我想大家没有办法 找到有另外的结构 可以比这个更好 你只要有一个bf棒 稍微离开那个平面的话 那个角度 它跟另外这两个bf棒之间的角度 就要变小 OK 所以这个结构 平面三角的结构 叫做trignal planner trignal planner 平面三角 trignal planner 假碗 我们也画过它的路易式结构 是这样子 四个bf OK 如果在一个平面上面 假角 大家知道是90度 事实是 这个分子 它相互 这四个pairs 相互最远离的可能性 就是假角为109.5度 很标准的结构 也就是这样 OK 也就是这样 你下课你可以过来玩一玩 OK 虽然我用不同的球 不过它其实相当对称 我前一会在黑板上画是这样 对不对 要想像有个q 相互垂直的两个对角 这个面 跟这个面 这个面 跟这个面刚好是垂直 再一个q 四个角度 非常对称 如果颜色一样的话 你不知道我到底做到哪里 alright 非常漂亮的结构 OK 这叫做tetrahedral tetrahedral 一个这个 六面体的结构 四面体 应该这样讲 四面体 这边一个三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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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三个面 加上下面还有一个三角 等边的 OK 好 所以四面体 正四面 这叫正四面体 我在谈 亚里斯多德的时候 我们就说过 他认为酸性的东西就是长这样 刺刺尖尖的 这个尖尖的刺激你的舌头 OK 那是亚里斯多德 不是现在 我这次讲好玩 你不要相信 Square planar 这个叫Square planar Planar 平面的 角度90度 小于109 Bounding pair Bounding pair 之间的repulsion 电子带负电 Pair pair 之间的排气力量会比较大 Not good OK Ammonia 路易士结构 我特别把它Long pair 画出来 OK 好 看这个架构 它也应该是fit 可以fit在这样子一个Tetrahedral 这是为什么我这个地方带了一个绿色的 可以想象 这是Omonia 蛋在这里 这是Long pair 其实它也可以fit在一个Tetrahedral的结构 但是你知道这是不太一样的东西的时候 现在有一个问题是 我们普遍在描述一个分子的结构的时候 我们是不考虑Long pair 有时候你知道你根本就不画它 对不对 好 如果以这原子为一个基准来算的话 我们会描述它是一个Trigonal Pyramid 是一个角锥 是一个角锥 我们不会说它是一个Tetrahedral 但是把Long pair放在里面看的话 它当然是fit在一个Tetrahedral的架构里面 但是另外还有一个概念就是 这个Long pair因为没有跟人家share 所以它被抓得比较老一点 OK 你没有男女朋友 你天天都在家里面 你有男女朋友 你天天都在外面 OK 人性如此 OK 好 那这个 水 它也有四个Pair 两个Long pair 两个Bonding pair OK 好 所以也可以fit在一个Tetrahedral的结构 但是我们如果不去看那个Long pair的话 它就是一个在平面上面 你知道两条线的结构 所以我们通常说它是一个曲折型的结构 All right A bent structure Four pairs 仍然是Four pairs 这里也是Four pairs OK 好 只是说它跟这个地方不太一样 好 现在我们来看一个有意思的事情 就是Bond angles 类似的架构 都以一个Tetrahedral的结构为一个基准 只是说 Ammonia它是一个Long pair 而不是Hydrogen Oxygen是两个Long pair 有两个Hydrogen没有的 那你还看这个夹角 看似一样 你会说 这是在一个Fit 如果Fit 真正的Fit 在一个Tetrahedral 就是109.5 的话 这也应该是109.5 这也应该是109.5 但是事实是 这是可以量度的 这是107 这是104.5 按照这个顺序排列是如此 这有意思 你如何解释呢 我们的解释方法是这样子 OK 它的Long pair当然是012 OK 似乎你看到的趋势是 Long pair越多 夹角越小 解释的方法是说 因为Long pair是比较靠近和的 当它比较靠近和的时候 它对于这边Bonding the pair 的台制的力量就会比较大 你一定发现一件事情就是说 你看我这个地方画的 如果这个画的越出来 它们之间的那一个距离 就会越远 对不对 越近来 你可以看到这个地方的距离 就越近 对不对 所以可以想象它越靠近 那个和的话 相互之间的排斥力量 就会越大 这只是去看那个Long pair Long pair之间 那你还有这里跟Long pair 跟Bounded pair之间 也是如此 你越靠近 这个地方的排斥力量 就会越大 So 这个Long pair就会对 这个 因为它很靠近和 它就会对于旁边的一些 Electron pair 产生比较大的排斥的力量 也因此它不是一个均等的状态 它压缩了这三个 NH bound 里面具有的Pair 把它压下去 Push下去 OK 看到没有 把这个东西把它 压下去 我不会真的压 不然我这个断掉 OK 把它压缩进去 当它压缩进去的时候 你知道 它那个角度就会变小 这里的角度就会变小 简单的一个几何的问题 Squeeze 好 这是那几个比较简单的 我们现在来看 五个Pairs PCL5 它一个最好的结构是这样子 有三个律在平面上面 这样 OK 三个在这个面上面 两个在 我们通常说 这是一个赤道的面 这是一个轴的位置 OK 这样的一个结构 那你可以看到这个结构 这里有个三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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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面三个 下面三个 合计起来 是六个面 不过呢 上面这个看起来 就像是一个 中间切过去的话 其实就像是一个Pyramid 所以这一个结构被叫做 Trigonal Bi-Pyramidal Trigonal Bi-Pyramidal 我真正要在这个纸面上画的时候 我们可以画成这样 就是各位知道 这个地方有三个 然后有个顶点 两个顶点 上下各个顶点 所以个别来看是一个Pyramid 下面有一个反过来的Pyramid 所以这叫做Bi-Pyramidal Trigonal Bi-Pyramidal 它的对称性是比较小的 因为它有一个赤刀面 很明显的赤刀面 你这样一抓 你知道这看起来就不一样 OK 是可以区别的 可以区别的 好 这是五个Pyramid的时候 这个时候你注意 这边是120 这个地方的夹角是90 对角的是180 看到没有 这个地方 这里是120 但是这个地方是90的 从这里到这里 当然很明显的是120 100% 说错 OK 好 六个Pyramid PCL6 这些可以超越的东西 超越半预体 这有点讨厌 对不对 好 那它是一个这样的结构 四个在这个面上面 然后看起来有两个顶点 就是这样 如果我用同样颜色 你将会发现 你其实没有办法区别 谁是顶点 你知道 谁是顶点 OK 谁是顶点 你说它顶点 你换成这样 它就不到 不再顶点 它是一个非常对称的结构 不过 下堂课我们再来对阿克一如 来 开始讨论 下课 好 今天让我们很快把 这一个章节 结束 我们谈到这个VSEPR的一个 在某种程度上一种 很经验性的 但是很简便 很 就是准确性还蛮高的 一种看法 今天我们来看一个PCR5 那在这个VSEPR 所谓Valence Shell的相互之间的 Repulsion 首先你必须要能够画出一个 这个正确的路易式结构 它不见得也需要是一个立体的 因为你必须要透过这个路易式结构 你能够判断出来 它到底有多少个Pair 双键视为是一个Pair 如果有三键的话 当然也还是如此 所以在这个地方 你PCR5 你的路易式结构 一个适当的路易式结构 你能够画出来的话 你知道这个地方它是有五个Pair 那五个Pair的时候 它们在空间中能够相互 距离最远的一种可能的架构 是一个Trignal by Pyramidal 它并不是一个非常对称的一个结构 这一回我再度拿这个模型来给各位看 那今天有比较多的时间 各位可以在下课的时间过来观察一下 那这一回我特别把这个Trignal by Pyramidal 这个结构用同样的颜色上一回 我用不同颜色的球来看 那我刚刚说 它不是一个非常对称的结构 我的意思是说 在这个结构里面 你可以看到说 它其实有一个 一个所谓的 我们常称它叫一个赤道面 然后有一个看起来像是一个轴的位置 在垂直的这一个 垂直于这个所谓的赤道面 我一个基准来看的话 这个垂直的话像是一个所谓的轴 那你即使把这个分子翻转一个90度的话 你来看 你仍然可以很清楚的分辨出来 所谓的赤道的位置 跟轴的位置 它们是不太一样的 赤道的位置 这三个pair 那是均分这个平面 所以不会意外 这个中间是120度的夹角 但是在轴上面 轴上面 当然对面的这两个 注意到它是在一个线上面 在一个轴上面 这绝对不是在这个赤道的位置 相互之间的那个关系所拥有的 所以只有在这个轴上面 你可以看到这个中间180 180 这里是120 但是这个在轴上面跟它临近的 这是在对面跟它临近的 这个位置 这个夹角却是一个90度 这是它没有办法避免的 这是我说它不是那么对称的一个原因 OK 所以如果从这个角度来看的话 大家当然了解 这地方是一个90度对不对 所以排斥的力量怎么样一定 比较大一点 对不对 如何避开这个问题 如何避开这个问题 让它吃力小一点 分子是活的 分子可以相对于做一些运作的 如何的减少这个地方排斥力 蛤 对 这个地方有个90嘛 你必须承认这个 这个pair 就是 这里跟这里 对不对 这90度你必须 接受说 相互之间排斥的力量是很大的 对不对 绝对是大于 这个地方120 right 我们说VSEPR的最基本精神就是 这个pair之间的 那个electron之间的排斥的力量 所以当这个地方有一个比较大的一排斥 很明显的一个比较大的排斥力量 你说分子可以怎么做 如果你是个分子的话 你 没错 对不对 这个想法就棒 alright 通常 是他拉长 那理论上当然可以把这里拉长 但是原则上 你注意到这个地方 有三个家伙来推它 或许可以从这个角度来看 但事实是 你将会发现大部分的 大部分 好 我们现在讲的不是一个绝对 就是把这个键拉长一些 键拉长的时候 那个 里面的那个electron就 就往外面 这个 就是往外面 离开了一些 那相互之间的这个 这个距离 就好像变小了 这个排斥力量就会变成 好 所以呢 这样子的一个不对称的结构 它其实 在所谓的赤道位的 这些间接 跟在轴上面的这些间接 那个长度 都有可能是不太一样 你不能预期说 我所有的这五个棒 都是一模一样长的 如果今天你纯粹的 就从一个 非立体的结构角度来看 你会觉得 就PC1棒嘛 五个PC1棒 但是如果今天你 跳入到一个 3D的一个立体结构 来思考这些问题的时候 更细节的问题 它会跳出来 所以从 这样子一个简单的 一个 结构性的问题 我们其实可以看到更多 可以激发一些更 更好的想象 那或许 我想 可能我还可以再 多画一个图 我刚抓了一支粉底 这样 OK 就是说我再稍微说明一下 这个所谓的距离的问题 就是说你今天一个 这样子的一个 这样子的一个 结构性的问题 你一定注意到 然后 这里 这个位置跟这里的直线距离 是绝对小于 这里跟这里的直线距离 对不对 所以 如果这个B 拉得越长的时候 你知道 electrons 然后我们在后面 我们会谈得比较清楚一点 electrons 在这个地方 你拉得越长的话 它越diffuse 对不对 所以可以理解说 当这个拉得越长 你角度即使不变 这个地方 因为有一些 拉得越长 它就可以越远了 相互之间的排斥量 就可以比较少 on the average Alright 好 抽象一点 不过应该可以想象 好 这是一个trignal by pyramidal 所以你如果把下面这个遮住 这样来看的话 一个三角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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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有下面的一个三角面 OK 仍然是四个面 但是它不是那么正 不是非常正 所以 上面有一个 下面有一个 两个金字 合在一块 所以是trignal by pyramidal 我们来看六个配 PCL6的minus 自己回去 先画出来 它的路易式结构 合理路易式结构 注意这个charge 你可以去 算一下它的formal charge 好 走上一支 六个bomb 好 那这六个bomb 在空间中 相互最 这个 最远离的一个关系 是什么 是这样子的 是一个所谓的octahedral 这是一个octahedral 各位注意到 这个上面 有一个三角 第二个三角 第三个 第四个 上面有四个面 四个三角 对不对 四个三角的面 下面一模一样 合计起来 是八个面 都是一个正的三角形 OK 所以是一个正八面体 是一个正八面体 看一下这个角度 看似 与trichonal biparameter 一样 也有好像是一个 赤道的位 轴的位 但是你现在注意到 赤道上面 赤道位上面 这四个原子 四个绿原子 因为是四个均分 这一个平面的话 不可避免这个地方 仍然是90度的关系 这里 90度的关系 所以它是一个 非常漂亮完美的一个结构 阿克一种 这是早期希腊 柏拉图 非常喜爱的一个集合结构 他甚至于觉得说 这是物质 就是物质结构的基础 虽然当然我们 等到这个所谓原子的理论 发展出来以后 我们说柏拉图那一套 那种想法 龟舌蛋 但是如果今天 我们实际上回来看 这些Octahedral 上我们提到 正四面体 的确啊 没错 它由适当树 树木的这些原子 聚集起来 它的确 在某种程度上 它仍然是一个 非常基础的结构 所以 这个 这个 虽然有差 但不原意 对不对 ok 有一些 有一些 有一些相似的 有一些正确性 在那么那么久远之前的 这些 哲学家的想法 ok 比如说 你回头来想 它的确是很有趣 好 那现在真正让我们来看一个 比较实际 实在一点 而不是在一个纸面上面来看 最后我也再度 把球的颜色变成一模一样 这时候你来看 那的确 我这样抓的时候 你可以看到有一个赤道面 四颗 在面上面 相互之间90度 然后有一个看起来像轴一样的东西 但现在注意 我做的这件事情 我抓了一个赤道位置上面的一个白球 翻过来 跟刚刚有没有差 没有 对不对 我拿到后面 动一动再拿回来 你知道我刚刚有转吗 ok 认为我有转的人举手 认为我没转的人举手 ok 你知道你不会被我骗 实际上我没有转 ok 但你没有办法认出来 因为它是一个极度对称的一个 非常漂亮的一个 一个molecule 而且这molecule 你其实从一个不同的角度来看 各位 如果从这样子的一个角度来看 注意到前面这个地方对着各位 就是如果把它拉在这个面上面的话 把这三个原子放在这个面上面的话 它是这样子的一个三角 但是我后面这个地方 从我这个地方看过去了 是另外一个三角 这种三角 只是这个尖尖朝上 这个尖尖朝下 ok 你从这个地方看过去 很漂亮的一个molecule 就是现在在这个荧幕上 你会看到的 这是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 你可以看到两个三角 在前后搭过来 等一下 你可以到前面来玩玩看 这很有意思的一个 很漂亮的一个分子 ok 好 这是一个Octahedral 真漂亮 说实在 那我们summarize一下 就是这个electron pairs之间 这个数目跟 它在空间中安排的这个结构性关系 两个pair的时候 最远的一个可能就是一个线性的 如果你看到 你画出来的路易式结构 三个pair 那它一定是一个trichonal planner 平面上相互的夹角一般 四个pair的时候 是一个tetrahedral 四个在空间中 等距离 它能够做到的 就是一个tetrahedral的结构 正四面体 也是非常完美的一个结构 它中间的角度109.5 ok 就是在有机化学里面最常看到的 最常看到的 我不是说2跟3没有 但是4的话 是非常非常众多的 trichonal biparamel 这大概是在有机化学里面 比较少见的 所以就必须要有一些 低轨欲参与了 好 我不是说有机化学里面 不会看到这些分子 只不过普遍是在所谓的有机金属的 这一个体系里面 当然你不能说0是金属 对不对 所以我比如说 就有一些low-lying diorbitals 可以用的时候 它才可以超越它寻常的色价件 好 它就是一个triple by pyramidal 刚刚提到的 以及6个的话 Octahedral 好 这是一个关系 不是 我觉得不需要背诵 仔细地稍微想一想 应该OK 还容易判断 好 我要看一点例子 zenon fluoride ZEF4 好 按照前面 把当然一起提 自己去做 我现在直接把那个 结果画给各位看 它有四个covalent bond 然后zenon上面还有 两对的long pairs 但是我们这四个bounding pairs 还有这两个long pairs 加在一块 是六个原子的安排 势必是一个Octahedral的arrangement 那现在问题是 我如何的安排 这两组不同的pairs 两组哪两组 bounding pairs 跟non-bounding 也就是所谓lone pairs 最好的一个安排是如此 就是把这四个符放在 这个面上面 OK 然后 两个long pairs在这里 OK 好 那当然你要问的是 我这个地方 我现在突然觉得 我没有把另外其他的可能性 画在这里 所以自己先画一画 我现在在黑板上也画一个给各位看 你看 你今天 中间是zenon 你知道你拉kahedral的结构是如此 对不对 你六个pairs 必须要放进去 OK 好 你有四个幅 这是另外一个可能性 对不对 这是另外一个可能性 这个结构跟在荧幕上这个结构 差在哪里 我荧幕上我已经画出来了 对不对 你可以看到在荧幕上面 long pair 相互之间 是相隔180度 可是在这个体系里面 你注意到这个角度是90度 OK 好 这是它的difference 这是它的difference 符跟符之间都是90度 这是没有办法必定 我们说过在achtahedral的结构里面是如此 OK 好 所以理论上你这个符怎么摆 好像没什么太大差别 OK 是吗 你还是有两个符在对面 对不对 他们中间会有180度加强 OK 有时候讲这个话要小心 好 但是现在问题是 long pair之间呢 为什么我特别强调在这个地方 long pair之间 是as far away as possible 然后呢 因为我们说过long pair它的特质在 在于说它没有跟人家share 所以long pair是会比较靠近核的 Right 所以当这个long pair 回到黑板这个结构来看 当long pair比较靠近这个核的时候 我们刚刚说过 当它拉得比较近的时候 这中间的距离 距离开始拉近了 你将会预期在这个地方long pair 跟long pair之间的排序量变得很大 OK 所以 所以 他希望这个long pair 在最远的一个距离上面 OK 尽量的避开 这中间180度 还能怎么样 当然很难超越这180了 OK 好 所以 这会是我们预期的一个结果 但是我们在描述它的结构的时候 我说过 我们是不把long pair放在里面来看的 也因此 涂掉long pair的时候 那看起来像什么 就这四个伏在一面上面 OK 好 它就是一个planar digit OK square planner square planner square planner 一个平面 它是四个 连一个线就是一个square 一个正方形 好 这是一个有趣的问题 问题 在这个问题里面 我们特别看到 long pair 尽量能够相互避开 好 我们来再看另外一个问题 i3- 再一度是一个 你要回去 不看这个结构 看你是不是可以画出来的 那实际上 它有两个bunding pairs 三个long pairs 在中间的那个ilding上面 alright overall 一个minus one charge 你可以算一下form of charge 到底电荷是如何分布的 好 所以现在总共多少个pair 不管long pair 或者bunding pair total五个pair 对不对 五个pair一定fitting 在一个什么 在一个trignal by parameter的结构 好 好 这是没有问题 对不对 前面这个表就是如此 但是 刚刚看过 octahedral这个结构 里面 我们现在开始要小心 对不对 你可以有不同的安排 我们刚刚说过 trignal by parameter 那是绝对有所谓的 这一个赤道跟轴的一个位置 好 所以 先不把结构画出来 你可以想像说 那我有两个ilding 我可以在最远离的结构 那我的long pair 在那一个赤道上面 对不对 相互之间 三个long pair 之间一百二十度的夹角 or 我可以选择 一个ilding在轴 一个ilding在赤道 那这时候 两个ilding 那个bund 之间九十度 有一个long pair势必跑到轴 我也可以把两个ilding 放在赤道 对不对 alright 然后你再把那些long pair画进去 哇 你好好几个可能性 你必须要考虑 原来 就是这样 OK 先画出来 然后再来判断 OK 这是我刚刚第一个提到的 对不对 两个ilding放在最远的一个关系上面 然后 这个地方的夹角是一百二 或者呢 一个放在轴 一个放在赤道 好 好 那这个 这边九十 这一百二 一百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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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概略 然后这地方 九十 或者这两个都放在赤道尾部 我选择这样画 我也可以把一个ilding画在这里 那个long pair画在这里 这没有差 是一样的 转一下就OK了 对不对 好 好 重点是这两个long pair在最远的距离上面 既然我刚刚说过 long pair long pair 之间的那个排斥力量是最重要的 因为它比较大 所以让我们只去特别看long pair long pair 之间的一个排斥力量 画 从左边这个结果来看 它有两个九十度的关系 跟一个一百二十度的关系 OK 这应该没有什么问题 对不对 好 这里long pair之间呢 一百二 九十 九十 对不对 一百二九十九十 可以吗 对不对 好 这里呢 最单纯 相互之间都是一百二 OK 相互之间都是一百二 好 我们的point是 九十跟九十度的这种排斥量是最大的 我们尽量希望不要有 OK 好 你不能说 这里我有一个一百八 对不对 好 你如何去区别说 这个九十九十一百八 绝对的就比一百二一百二好 OK 但是我们现在的理论是 我们尽量要避开九十跟九十之间的这样子的一个排斥力量 所以这一个架构 它是一个最好的架构 这是你真正的去看 透过一些光谱的方式 你去看这个结构的时候 你将会发现 它是一个 去掉了long pair 不去看它 long pair 插掉的时候 你去看 是一个直线的结构 OK 如果是这个结构 它会是一个弯曲的 这个的话也是一个弯曲 只是中间的差异是角度的问题 好 当然你当然可以不相信 你说好 我可以接受这个很烂 但是 你如何去比较这样 对不对 好 如果你还不相信的话 没关系 我们到后面 我们会再拿另外一个分子来 回到这个课题来看看 好不好 好 这是I3- 最后的结论 它是Lineared Structure 刚刚我一开始的时候 我已经提到了 就说你处理double or triple bonds 把它视为一个effective pair 这是一个非常loose的 一个VSEP2的理论 好 我们就不管说 你这个bond里面 你到底有多少颗电子 double bonds虽然里面 有四颗电子 triple bonds虽然里面 有六颗电子 我们还是把它视为 好像是一个pare effective 就好像是一个 来处理这个问题 简化 简化它 所以 这个我们讨论过的 NO3-1 这一回我把它的formal charge 我以一个特定的 resonance structure covalent的路易式结构 它不是真正的结构 画出来 不需要真正的用 resonance来看 就挑一个resonance结构 resonance结构之间的关系是什么 原子位置是不动 所以你挑任何的一个resonance结构来讨论 都OK 不会改变 不会说我拿另外一个resonance结构来 结果predict出来另外一个structure 那代表你要回去检讨一下 你画那些resonance结构对不对 你一定出了问题 好 所以这个地方 我们来看nitrogen的周围 有多少个pair呢 那我们刚刚说你要把double bond 视为effective pair 就是一个pair 好不好 虽然我们原则上会说 这是double bond 你会觉得你在直觉上 就是两个pair 但是dsepr 他的这个想法是单纯的 只是看之间的排斥力量 这当然就视为是一个 好 所以相互之间最远离 OK 就是一个平面三角的结构 OK planar trignal planar structure so2 把他的六式结构画出来 这两个 任何一个可能是你第一个画出来的 这个sulfur上面 还有对 lone pair 就是一个有效 就是effective的pair 所以total 三个pair 三个都不太一样的 就是一个double bond single bond lone pair 不管如何 仍然要fit in 在一个trignal planar 的structure里面 涂掉lone pair的话 看起来是什么 弯曲型的 而绝对不是一线性 好 是一个 我们称它为是一个bent structure bent structure 弯曲型的 实际上 OK 你会发现 这一个 痒流痒的 箭脚 在实验上面去看的话 是 差不多趋近于120度 没有什么太大的一个偏动 好 这是什么意思 嗯 你会不会觉得说 呃 在这个地方 这个拉得比较近啊 这相互之间有一个 比较严重的一个排斥的力量啊 哦 那是不是要 压缩 这个地方的bent呢 要把它push进来呢 呃 实际上你并没有观察到这样的现象 代表这个lone pair 它如果能够 呃 到达一个120 它其实觉得蛮happy的 它不需要你再往里头牺牲了 这跟那个 我们在看ammonia的那个结构 水的那个结构的时候 那个地方 那个夹角是109 对不对 所以它还会被压缩 但是在这个地方你看到 120它就很满足了 你知道我要带到 带回到什么问题吗 我们刚刚前面说 180不是最好吗 但是从这个实际的例子 这个分子的例子告诉我们说 它其实120就happy了 OK 它不需要推到说120 不需要推到说180 撑到180 大家了解这个point吗 这是为 所以说你不能只看一个例子 今天众多这些分子 拉到一块来 一起来看一个 一个比较居观的一个角度来看的时候 给我们的hint是如此 OK 这些理论是我要再说 是一个经验性的 经验性的东西往往是基于实际的这些分子的结构 再回过头来看我们的理论 我们所归纳出来的一个规则 好不好 好 所以这个时候你就相信说 OK 前面这个 这个 这里 的确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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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是最好的 这是最好的 这龙皮尔不需要 撑到说180了 OK 好 那说服率就变更高了 更稍微复杂一点的一些例子呢 尤其到了有机化学里面 你就需要去看到一些各种不同的有机分子的一些结构 比如说像这个methanol 它不再是刚刚那样子的一个 一种 一个中心的原子 然后周遭有一些其他的原子 那你可以看到它可以说就有两个 两个这个center 这个碳的center 一个oxygen center 你画出一个非3D的一个平面的一个结构的话 碳周围有四个bond 四个covalent bond 四个pair 你会说如果以这个carbon为中心的话 你知道这三个氢跟这个一样 它直接连接的是四个原子 必须分配在一个tetrahedral的结构里面 但是你另外还有一个centeroxygen 它有两个covalent bond 两对lone pairs 那对于oxygen而言也是四个pairs 所以另外这个center周围也必须安排在一个tetrahedral的结构里面 它变得有点复杂 alright 在一个平面上你要去表达它的立体 我们上次说过你如何利用一些描黑的三角线段 跟一个虚线代表前后的关系 你可以把这两个center先画在这个面上 ok 好 然后 你固定一个center bond ok 那 你剩下这两个 要让这overall这四个 就是三个切音一个亚 spitting在一个tetrahedral的时候 它势必有一个伸在前面 一个伸在后面 ok 这概率上我们曾经提到过 alright 所以你如果这个 要配合在荧幕上各位看到 这个bomb跟这个bomb 拉在一个面上面的时候 一个映升在前面 一个跑到荧幕的后面 好不好 所以大家要对到这个结构来看 你要看到这个 这个虚线跟这个实线 的那个意义 我想 你看这个投影 alright 哇 投影超棒的确 漂亮 ok 下课的时候还可以来玩一玩 好不好 好 好 这边 同样的 要fitting在一个tetrahedral的结构 你可以 选择把一个oh bound 放在这个面上面 因为你知道两个 两个线段一定可以 在一个面上面 最简单就是把它放在一个面 萤幕 这个萤幕纸面上面 那这样子的话 再fitting进去的两个on pair 那一个在前面 一个在后面 ok 但是我必须要提醒各位 这是一个单件 单件是可以转的 所以当这个如果固定在这里的话 这个相对之间的关系 是不是一定要这样 那不一定了 对不对 单件那时候会旋转 这就到引入另外一个课题 这不是我们在普通话学 我们要讨论 但是我要让各位注意到这个现象 到有机化学的时候 就会进入一个课题叫做构型的问题 构型来自于这单件的旋转 造成在空间中结构的不同 好 也因此你必须要 现在就开始培养一些 在脑筋里面一些 立体的结构 不然你在学有机化学的时候 你会面对一些困难 好不好 好 那 我们来看一些有趣的 我们前面提到过carbocat ion 它一路易式结构也画出来 是没有办法满足八语体结构的 就是这个碳 中心的碳 它周围持有六颗电子 OK 因为它这个带着一个positive charge 所以呢 它周围有几个棒呢 三个pair 我这个地方画的绝对不是它立体的结构 三个pair应该怎么样 均分空间 相互之间 一百二十度的夹角 OK Tricional Planner 这会是一个比较好的表达方式 OK 平面 相互之间 一百二十度的夹角 它的化学非常重要在有机化学里面 好不好 注意到它是个平面 但是当我们看到下面一个章节的时候 我们会从诡异的一个角度来看 我们会对这个分子的结构 有更清楚的一些认识 Curbanian 会是什么样的结构呢 Curbanian Lewis结构 我们也看过 这个地方 多出来了 跟Curbanian 不一样的地方 这个地方多出来一个long pair OK 所以三个pair 加上这个 四个pair 它一定放在一个tetrahedral的结构 对不对 只是不是那么对称 因为它有一个long pair 四个pair tetrahedral OK 好 你可以这样画 我选择把它画在这个面上面 我也可以把R放在这里 然后把long pair画在 我也可以选择这个地方 写一个R 这个地方是一个long pair 但你会发现 其实都一样 都一样 我刚好有这样的结果 这个 这个没有一个球的 你会把它想像成是一个long pair 我可以转啊 对不对 你到底对应到哪一个 是不一定的嘛 对不对 我现在只是这样画而已 OK 好 我现在只是这样 OK 对不对 但是 我可以转它 其实你放在哪里 并不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 它有某种的对称性 在结构上 好 所以它是一个 擦掉long pair的话 它就是一个pyramidal的结构 它绝对不是一个planar的结构 所以一个carbina ion 跟一个carbina ion 它的结构是不太一样的 看起来好像很像 对不对 但实际上结构不一样 好 所以这个章节 我们停在这个地方 好 如果我们会在哪里 breadict 走 就在这里 好像很重要 这些雨 也会在上方 嗯 一样 我